陈巧恩在拍摄电视剧《独孤皇后》期间,在剧组领养了一只汪行人,为他取名莱福。 据悉,莱福是工作人员在市场上碰巧救下来的一只小狗,抱回剧组后一直由陈巧恩亲自照顾。 近日,陈巧恩刷出一组与莱福的亲密互动照,照片中莱福或躺或卧,始终年在陈巧恩身旁,一恋之情易于言表。 女子团体七朵花出身的童颜女星陈巧恩当年从主持行业展露头角,后来成为偶像剧女王,这些年更是将事业重心转往内地,在大陆影视界耕耘有成,演技备受肯定,人气旺盛,深受欢迎的她。 最近收到粉丝的《示爱卡片》,上面写着请和我自拍的要求,而陈巧恩不仅照做,还用特别的方式达成任务,让网友看后不禁大赞,女神真好真实。 陈巧恩近日在微博晒照回忆某位粉丝的爱戴,原来是有位署名吃瓜粉丝的人,随支持卡片附带画有脸道的西瓜寄给陈巧恩,并寻认道,巧恩请和我自拍。 向来亲民的女神随即执行任务并附上认证照,只见扎起长发,穿着粉橘色衣服的她,在休息室里拿着手机对准镜子拍照,有别于普遍认知的自拍,顺利完成了自己连同卡片与西瓜的合照。 上传微博并隔空喊话吃瓜粉丝我照做了,真是宠粉无极限呀。